亲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终极教程 那今天我要讲的什么内容呢?大家请看棋盘 今天要讲的是接上棋差不了太多的 但是呢,这个有一点点区别就是在白棋挂角的时候呢 黑棋夹就是属于比较正常的 我们知道普通的进程是点角 然后挡住白棋爬,黑棋长一个 然后白棋立,这个时候呢黑棋飞住 那等于是白棋选择的是实地 黑棋呢正好贯彻了他这个三连星这个下法 那么当黑棋夹的时候 白棋呢,他没有按照就是普通这种比较普通的下法 他走什么呢?他走了这个双飞燕 走这个双飞燕在前面几课当中呢 我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子啊都是没有的 就是单单一个角上出现呢 就是一间地夹的时候双飞燕的种种的一些变化 还有一些高的双飞燕 就是很多的一些变化 可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呢就是在白棋这个场合之下 这个双飞燕啊 你跟以前的下法有没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呢? 嗯,我们来看一看 普通 压一个 那么白棋 那么白棋 点脚 黑棋 挡住 白棋 爬 然后接上 白棋立 黑棋立 白棋 挡住 嗯,走成这样子呢 应该说是 黑棋还是比较满意的 呃,因为毕竟它外面还是厚实 跟三连星也能够配置上 正好是差不多 那我们再来看看 白棋 双飞燕 黑棋 单压 白棋 斑 这些在前几堂课当中我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这个点是旧的定式 黑棋 挡这边 那么白棋叫吃 黑棋长 然后白棋尝出来 吃 断吃 提掉 然后叫吃一下 先手 接上 然后黑 嗯,白棋拐一个 把这两个子给吃掉 嗯,这个定式呢 应该说黑棋也是比较满意的 那么这个时候 当然这是白棋下的 正好下到这个黑棋的这个 嗯,调子上了 所以呢,肯定是白棋不太好 那我们来看看 当黑棋压的时候 白棋 假如说 同样搬出来 我们都说了 这个不搬的时候 单点角 是黑棋好 是形成一道后势 那么 单点角这样子 搬完之后 单点角是 嗯,旧的定式 我们前面已经摆过了 应该也是 黑棋不错的一个局面 可是呢 这个时候的白棋呢 他选择了这个 拖 这个拖 嗯,如果黑棋要是 抚下来吃这样的话 白棋朝进去 走成这种局面的时候呢 我也想请 这个爱好者啊 您也来帮 分析一下 您觉得这个时候 是谁要好一些呢 当然这个局面 肯定是白棋好 因为本身 这个黑棋的三联星啊 嗯,他这个意图呢 并不是说要转身到这一块 他其实重点呢 是在要 围右边的这条边 但是如果要是被 白棋要是走成这种形状的话呢 我觉得白棋应该是满意 所以黑棋呢 嗯,不能这么下 那不能这么下 那当这个白棋拖的时候啊 那黑棋 如果要是走一个这个 在前几堂课当中啊 我给大家介绍了很多这个变化 就是比较难解的这个定式 斑的话呢 怎么样呢 我们继续来看 打出来 必然 这些次序呢 应该都说是 必然性的 没有什么 其他的变化 冲 黑棋叫吃 接着白棋接上 然后黑棋接上 我们说过 这棋要先打一下 管一个 再接上 好了 走到这儿的时候 那黑棋走什么呢 黑棋我们在前几堂课的时候 他走这个是最佳的下法 那走这儿的时候呢 白棋要注意了 嗯,我给大家说的就是 当如果没有这个子的时候呢 黑棋跳是好棋 然后接着白棋 跟着拖 也是好行 因为他跳的意图 就是希望你单吃在这儿 你立一下 我能够虎下来 那个先手把这边封住 所以呢 有了跳之后呢 嗯,才这个产生了 这个白棋 拖的好棋 那这个时候的拖呢 黑棋只能在这儿挖 但我们今天要说的呢 这个是在三连星 多了一个子的情况下 那白棋这个时候还能拖吗 这个拖的话 我想请大家注意 由于没有这个子呢 是可以拖的 因为你要立 我就打吃 可以加死 但是呢 这个地方多了 这个三连星有个子之后呢 还可以吗 我们来看一看 如果黑棋立下来 白棋叫吃 黑棋尝 同样我以这个手筋 要吃黑棋 可是由于多了这个子之后啊 白棋就崩溃了 因为你走在这儿啊 黑棋有叫吃的好棋 正好气是打在你这个 白棋被收入这个气上 他一吃 这个白棋不成功 所以呢 在这儿呢 我请大家也要注意了 这个场合下 白棋这个拖是没有的 那白棋没办法 只能吃着胀 黑棋立 白棋挡住 黑棋虎下来 白棋呢 扳 然后虎一个 把这两个子给吃掉 接着 黑棋由于这个地方 已经是比较厚了 所以呢 它同样是要补在这一边 提掉 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局面 这个局面 嗯 在前 就是在前几堂课当中 我给大家也已经讲过了 就是如果要是没有这个子的话呢 这个局面呢 是黑棋好的局面 那么 如果多了一个子的话呢 我想请大家也帮着思考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 您觉得是谁好 同样 也是这个局面 只是多了这一手 哎 有时候啊 往往啊 这个局面啊 嗯 这个时候是蛮好的 但是多了一个子之后呢 反而变得就是比较重复了 所以说黑棋要是走成这样的话呢 应该说是 嗯 稍微不满的 这个 局面 那黑棋的理想型肯定是这样了 这个子没有 我这个先手 我提在这儿 或者我打在这儿 这是黑棋 嗯 所想的 就是想要下层这样子的 可是呢 他刚刚上来的时候呢 先走了一个三连星 再走成提掉这个子之后 就黑棋 稍不满 因为他这个后世啊 对后世有一些 嗯 重复 那么 这些变化呢 也说完了 我们今天啊 嗯 比较重点的呢 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当白棋双飞燕 的时候啊 我们前面已经说了 嗯 黑棋 担押 看来 有一些问题 怎么走 好像白棋都有一些 嗯 比较有利的 对于白棋来说 那么这个时候啊 嗯 我想请大家也想一想 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 有了这个三连星 这个特殊情况下 那么到底 白棋双飞燕的时候 黑棋走什么是最强的呢 我们也知道 这个小尖 也是有的 可是这个小尖 好像被白棋这一点角 被白棋应该说 已经化解了 所以黑棋 没有什么可满的地方 所以呢 这个时候的黑棋啊 要想出 应该说是 嗯 比较强 比较硬的手法 才能够化解 就是这个特殊的情况下 那黑棋到底应该走什么呢 黑棋啊 这个时候应该倒尖在这个三三上 我们来想 如果你要是尖在这儿 这个不是要点吗 接着 同样你是压 白棋总之是要往脚上走的 那就说明了 既然白棋这么想走脚上 肯定这个 呃 我们以前老师也教过 敌制要点就是我的要点 所以呢 这个尖 是有力的一招 为什么说它是有力呢 那一会儿呢 我给大家摆了这个 一些变化之后 那您就知道了 当黑棋尖的时候 我觉得 第一个反应 就是在咱们在下棋 两个人之间对局的时候 这个飞啊 应该说是第一反应 肯定是 既然你尖在脚上 我肯定要给你外面封住的 那封住的话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看 会不会很严厉 那黑棋冲 白棋挡住 黑棋断 断 接着白棋 如果长 我们黑棋退 接着白棋跳 这些应该说都比较正常 也是比较普通的 没有其他可下的 除非这个当黑棋断的时候 白棋还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下法 那我们一会儿再来说 我们先来说这个变化 那么黑棋这个时候封锁啊 把白棋封锁在里面啊 应该说是比较严厉的 在前面的时候 我们说了 黑棋倒肩在三三 被白棋封锁 看得好像挺严厉的 但是我们走了几招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 白棋反而被黑棋封住了 那接下来有什么变化呢 我们来看一看 当黑棋封住 这个三个白棋的时候 我觉得白棋肯定是要忙着 自己要求活了 不然这三个子被吃掉的话 我觉得这个实力是损失太大了 所以白棋肯定要想办法做活 或者往外跑 我们先来看看 尖 这个尖呢 它的意思就是 如果黑棋要是搬住的话 那么我就可以補出来 正好你要搬 我就叫吃 这边从这边出去了 所以白棋尖的时候 黑棋单退一个 接着白棋继续贴出来 我们给它翻起来 贴出来之后 白黑棋这个时候 它很冷静 我想像这个尖 这部棋 我觉得应该也值得 大家去学习一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好多的爱好者 在下棋的过程当中 就是攻击对方 他没有考虑这么多 就一个劲的 使劲的 就是去攻击对方 可是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弱点 打个比方 咱们回过头来想一想 这个时候 要是尖 他要是不下的话 比如说 他就这一袋搬住 强硬的把这个白棋 要搬住他的头 往往这样的话呢 可能就效果 就不好了 因为你要搬的话呢 白棋啊 这个靠是好骑 你这两个黑棋呢 已经是跑不出来了 所以在攻击白棋之前啊 黑棋自己呢 也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这样的话呢 才有可能有利于 他以后的 对白棋进行展开 这个攻击啊 有一定的好处 所以呢 他肩在这儿 肩 那白棋肯定是没有办法了 要不然的话 你要尝出来 黑棋也没关系 吐下来 那这三个字就有成问题了 所以说 如果要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想黑棋应该说 也是能够得到一些利益的 那这个图形 白棋肯定是不能满意了 所以当黑棋尖的时候 白棋尝出来 我觉得应该是反击的手段 接着 黑棋再尝 白棋贴 然后 黑棋这个时候扳 你扳出来是必然的 这个时候呢 黑棋很冷静 单沾一个 单沾一个应该这么说 同样的 我也是描着你两块棋来攻击 并不是我要攻击你这块 我就有一个劲儿的 卯着你这块 其实呢 它是两个 两块棋 一块展开这个工作 就是要攻击你 那这个时候白棋怎么办呀 你要长打一个 机上 这个时候啊 又产生了这两个断点 一个断在里面 一个断在外面 最关键啊 被黑棋拐下来啊 下面这块白棋啊 还不知所云 所以说 走成这种局面的是 白棋苦战 黑棋有力的局面 那好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 其他一些变化 黑棋断 白棋长 然后黑棋退 白棋同样也是要跳 那么黑棋封锁 白棋 这个时候我们前面摆过了 这个尖看来是白棋苦战的局面 那么白棋如果要靠怎么样呢 要求做活 或者呢 冲击一下黑棋的这个 弱的地方 我们来看看其他的变化 当白棋压的时候 那么黑棋一斑 我想是必然的 接着呢 白棋顶 寻求黑棋的弱点 接着 黑棋挡住 白棋再断 看着似乎很严厉 可是由于白棋自己的气啊 也是很紧 在白棋断的时候呢 黑棋这一顶啊 白棋已经成这个崩溃之形了 你怎么办呀 我顶一个要求吃你这两个子 你要是接上 那黑棋就一段吃 我想以下的这些变化 就不需要再摆了 我想这个大家看得很清楚 这个子呢 是被黑棋吃了 这样的话 我想黑棋 白棋这盘棋啊 下成这个模样的话 我觉得应该说 已经不需要再下下去了 所以说 白棋不行 那么当黑棋顶的时候 白棋猴住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看 猴住的话呢 黑棋就 从这儿搬了 他不在这吃 在这吃的话 一粒呢 这个黑棋两口气是不够的 所以呢 他就搬在这儿 接着白棋长 黑棋爬 白棋挤住 然后 这个时候呢 黑棋 立个 这个地方啊 请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挡住的话 白棋有一段 你打吃 我就立 你接着只能走在这儿 白棋这个地方是先手 接着 你接上 白棋先收气 黑棋不成立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要不小心的话 说不定被白棋反而吃了 所以 白棋挤的时候呢 黑棋是只能立的 如果要是 走成这种情况的话呢 我觉得呢 黑棋也是太舒服了 因为一个 你这块棋 它还没有活干净 就算这些都是你先手 那我就跳一个 然后呢 你要想做活 你还只能从这儿走 我就尝一个 然后你这边要做活 只能这么委屈的团在这儿 最关键是 这块棋 你是活掉了 可是呢 我们再看看右边这块棋 这个白棋啊 两只眼位还没有 所以呢 这个图形应该说 白棋也是没有办法忍受的 黑棋好下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当黑棋顶的时候 白棋团住 同样看看其他的变化 黑棋搬 我们前面已经说了 黑棋退 摆的这个变化图呢 是白棋苦战 那么这个时候 白棋呀 要求 从这边杀出来 断一个苦肉剂 然后呢 翻打下去 黑棋提掉 白棋接上 那这是先手 因为你要不走的话呢 上面这个黑棋呀 气是不够的 被白棋要求贴下来的话 所以白棋接上的时候呢 黑棋 必须在这儿吃 那打 吃在这儿的时候 我想有很多的 亲民朋友们可能会在想 那脚上的这个三个黑棋 不是也有问题了吗 我们来看一看 白棋攻击黑棋 我想这个飞是要点 要是被黑棋一旦跳到这儿的话 就不太好杀了 所以呢 他飞的脚上 飞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嗯 黑棋跨一个是手筋 白棋只能冲过来 接着 黑棋断 白棋爬 爬的意思呢 就是能够把黑棋气 能够更紧地收住 然后白棋就吃 接着 黑棋火 白棋立 这些次序都是必然的 接着 黑棋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 黑棋在外面尝一个 然后呢 白棋吃脚上 拐一下 收紧黑棋的气 黑棋立下来 白棋尝 这个变化显得相对来说啊 要比前几个变化图要复杂一些 可是呢 走到这一代之后啊 应该说都是必然的 你想飞 冲断之后 照完了 这一系列的这个 呃 次序啊 下法都是必然的 所以呢 应该说也是 不是那么难 请大家 记住 接上 接着 白棋 收起 这个时候啊 轮到黑棋下 轮到黑棋下呢 是什么结果呢 我们来看一看 假如说 黑棋冲 白棋接上 黑棋紧气 紧这个下面的气 是一样的 然后 白棋提掉 黑棋接住 白棋挡住 黑棋 收住这个气 那这个结果呢 如果黑棋要这么下呢 使后手双活 后手双活 后手双活的话呢 应该说 黑棋也还可以 可是呢 黑棋啊 有更好的下法 就是当白棋 当白棋 嗯 进脚的时候啊 黑棋这个时候啊 他脱鲜了 因为总之 他认为啊 这一串 就算白棋 花一手 其吃的话 也没有多少木数 他比如说 有可能觉得 这个挂 更大 先走这边 如果你白棋要吃的话 是后手 接着我再攻击这边 得到的这些木数 远远比这边啊 大得多 所以呢 这个时候黑棋呢 他可以考虑脱鲜 那脱鲜的话 打个比方 我们就算走在这 白棋要吃 只能是在这 起掉 接着 嗯 这个时候啊 黑棋啊 还可以脱鲜 这个时候 还可以脱鲜的话呢 白棋吃了这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嗯 黑棋叫吃 黑棋叫吃的时候啊 嗯 白棋这几个子啊 还粘不住 我们来看看 你要粘住的话呢 黑棋紧气 你收气 同样的 我还是后手 双火 所以呢 他这个 既然你已经花了 一手棋了 他肯定不会 嗯 再来这个 给你就是双火了 他所以要吃的话呢 他没办法了 他接不住了 所以呢 这三个子呢 是掉的 哎 就请大家记住了 虽然呢 这一串黑棋啊 被白棋给吃掉了 但是呢 嗯 黑棋同样是 花了一手棋呢 就是在外面呢 就是花了一手棋啊 这价值啊 是很大的 所以不见得 就是说 这一串的黑棋啊 就木树看的是 很实在很多 可是走在外面啊 木树远远比这边多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脱鲜 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变化 那么好 说完这个变化图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其他的一些变化 这些子都拿掉 这个变化相对来说 比较复杂 可是 我慢慢的摆 我觉得大家应该 也是看得比较清楚的 这是一些变化 如果当您 跟您的朋友下棋的时候 要是碰到这个局面的时候呢 是白棋 您就记住 这个时候是白棋苦战 那我要摆的呢 就是有一些白棋 就是挣扎的一些变化 那供大家参考 同样白棋断 黑棋顶 白棋挡住 黑棋扳 我们都说了 这个断打 我们走了一连串之后 黑棋起早之后 走到这个子呢 是黑棋 又是大优的局面 那么白棋长 那个黑棋呢 也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局面 那这个时候 白棋要是断 怎么样呢 嗯 断的话 因为他可能看着这个地方 我要立先手 要争取你这两个子 可是这个时候啊 轮到是黑棋下 黑棋先打一下 你立下来 接着再打一下 接上 然后紧住 白棋的起 走到这个白棋挡之后啊 应该 白棋已经没有什么 可下的这个手段了 就是他不知道往哪里下了 要走成这个局面的话 应该说是黑棋大胜的局面 所以白棋是不能考虑这么下的 那么 这个几个变化图 打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 另外的一些参考图 当黑棋照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白棋呢 他先不下 他呀 先出动这一块 先飞出来怎么样呢 飞出来的话呢 黑棋啊 冷静的在这儿 并一个就是这个并啊 既防了你这有个尖 也防了你这地方 有靠端的手段 他补上之后呢 这三个子呢 已经没有什么活动能力了 接着白棋挡下来 黑棋还可以立下来 这一立 应该说这块棋啊 他还没有完全的安定 如果你要是拐 那我就跳 这个边啊 还是黑棋的 最关键呢 走成这个图形之后啊 我觉得黑棋应该说 也是收获很大的 他毕竟把这三个子吃了 木树还是很多 这样的话呢 白棋也是不能够接受的 所以 这个白棋看来是不能考虑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 白棋先飞怎么样呢 那白棋黑棋的挡住 接着你退 黑棋呢 这个地方必须得补一手 这个大家请记住了 你要是不补的话 被白棋再一飞啊 自己脚上的死活啊 还成问题了 所以呢 他必须得要补一个 嗯 这个补完之后啊 脚上啊 这个木树 应该说也是 黑棋基本上把白棋给吃掉了 最关键呢 你这个地方还得要补 不补的话 我随时这一飞啊 这个白棋的这个眼形啊 还是欠缺 所以说白棋这个图形呢 也是不能满意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 走成这个图形之后 白棋有没有反击的手段呢 假如说 他搬 那黑棋就挡住 然后白棋叫吃 接上 接着 白棋接上 尖 白棋只能接上 然后黑棋就一并 这个图形啊 是 应该说是 黑棋杀白棋 这个棋明显的不够 关键这个地方还多两口气 你这个地方拖了都没用 所以呢 这个图形呢 是白棋 棋不够 白棋崩溃 啊 所以这个看来是不行的 那么好 他 这几个变化图呢 给大家呢 讲的也差不多了 因为是冲断之后 看来我们都说了 冲断之后 白棋退 这个是不行的 那么今天呢 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呢 我就 不给大家讲 其他的一些变化了 在下一堂课当中啊 我们再来研究一下 其他的一些变化 拜拜